阿姨,思思生为你的孩子,你怎么能动手打他呢? 思思是我的孩子,我怎么教育,用不到你一个外人,直直点点。 阿姨,我也不想直直点点啊,你看弟弟他也老大不小啊, 咱就不能让他出去找份工作,是不是? 亲力亲为的,咱不能老这样惯着他啊。 这里啊,没有你说话的份。 妈,不过是咱家的孩子,不就应该给弟弟买车吗? 你就应该给我买,谁让你生我姐了,你生我姐你就欠我了,这是你应该的。 小宝,从小多大,咱家啥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不是接着你先来啊。 你不想吃了不想用了不想玩的才到我,你多大了,你老大不小了呀,咱们把车的首付给你拿了, 你就不能安心找个工作,还完越购吗? 找不了,我找不了,我干不了,你就得给我买车。 你欠我啊。 小涛,你今年多大了,啊? 你老大不小了,自己找份工作怎么了,啊? 找不了,我最后说一遍,我干不了一点活,我就得让你们给我买。 不是,车的首付,你妈付了,你啃你妈也就算了,你还啃你姐,从小到大你姐都惯着你,疼着你,宠着你。 就这样呢?咋的了?你们就该我的呀? 行,我也跟你说那么多,不是要车吗?来,我这有一辆车,你拿着先开。 咱等你自己挣钱了,有工作了,咱再买个新车,行吗? 咱们把新车给弯弯开了,你傻呀,这几天我都咋教你的,从小到大咋教你的,他给你一辆右车,你开了两天,他就要回去,今天呢,必须让你姐,给你把新车。 你们真当我傻呀,我开不开你们的过车? 不是 行,不开不开算了 你怎么会扔呀? 我就扔走了 你们真当我傻呀 破二手车给我开什么呀?我叫新车 行,那开新车那没办法了 走吧,走走走走 走?今天不买车,谁也不能出门 你看你的男朋友 给你弟弟拿了一辆旧车来混弄他 你能还想走?不买新车不要想走 走?今天不买车,谁也不能出门 没什么贵的,啥时候买的新车,你咱起来 你干嘛呀 不能让你买车呀 阿姨,您别逼他了 我买 不就是一辆车吗?差多少钱? 差六十万 行 但是我买车之前,我要跟你事先说明了阿姨 思思,你从小到大,你怎么对待他的我不管 但是思思在我这,我从小到大 没有让他受过一点气 没有让他受过一点委屈 说别的,没用 今天这个车买完之后,我希望你们以后 不要再来打扰他 行不行 再说 你们进来吧 你这是干嘛呢,来这么多人,你吓唬我老太太的 我可不敢吓唬你阿姨,你们要钱吗 来 六十万 干嘛,你们干嘛呢 行了 钱也到了 走 我们走 走 车就买了 车就买了 再给你买套新房 妈